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1936年到1939年的时候 这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爆发了大起义 这件事情对这个以后的这个阿拉伯人的的命运有什么影响呢 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 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为什么呢 就是1936年到1939年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爆发了就是他们掀起了一个大起义 那么这个起义呢 首先你从镇压的角度去看 这场起义它让10%的 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被消灭掉10% 而且被消灭掉的是它的精英 是它最勇敢 最有理想 最能组织 最能打仗的那批人 随后呢 镇压 它怎么完成了镇压呢 当然这个镇压 英国是出了重病的 但是在这个镇压的武装当中 有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武装力量 就是犹太富国主义的武装 当然它当时的这个没有叫以色列国防军 实际上它是就是它是有六千人的部队 至少有六千人的部队 拿着英国的装备跟着英国人一起镇压 这个军事上这个实战经验非常重要 如果英国带着你打过仗 而且打胜仗 把你的武器各方面调动 这个对你的这个这个战斗力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当时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为什么要反反抗 因为他对于英国的很多美人统治的做法不满意 尤其是对大量的这个犹太人的英明英国放进来 他很不满意 那么当时阿拉伯人就起来 就是就是起来反抗了 但这里大家记住 就是表面看英国最后镇压下去的 好像是一般水端平 各达五十大半 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第一个就是从阿拉伯人的这个军队的 阿拉伯的武装被打掉了 犹太人的武装起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当时就是犹太的 一部分的犹太人也进去跟那个阿拉伯人混战 就英国就把他们就打掉了 但是这个伤亡壁 我现在统计一下这个伤亡壁 就是在同样情况下 英国人要处理掉三十个阿拉伯人 他才会去处理一个犹太人 基本上这个比例 所以你就是比如说你两边打群架 你这里我要抓三十个人 对方我再抓一个人 那么经过我这样表面看 各打五十大半以后 这个结果肯定是被抓的少的这份力量空间讲大 因为这一边被我都抓光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影响 第三个影响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当犹太人跟英国人并肩作战以后 犹太人是很被英国人相信的 所以日后犹太夫和主义军队的很多的重要的指挥官 都是在二战期间直接到英国服役 甚至或者作为辅助部队去参战的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先说这些 谢谢